哈囉 大家好 我是芬妮 那今天呢 很高興可以再度跟Himi合作 來跟大家分享他們家的新品 那我相信大家應該已經被 就是很多文章燒過一輪了 沒錯 那就是這個 精脆水亮唇膏 我特意把這個禮盒留下來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太美 要跟你們分享 我之所以會這麼常跟Himi合作 就是因為我覺得他們家真的每次都有給我的驚喜 而且每次都沒有讓我失望 加上它又是台灣自己的牌子 所以我覺得你知道 一定要訂一下 那這是他們當時來的時候給我的禮盒 你看 超美的 好 因為這次的妝像是光澤嘛 所以它的包裝一樣也是走這種 亮面的路線 有點像那種銅管的感覺 然後呢 這裡有一個金色的Himi的字樣 那整體摸起來我覺得是蠻有質感 就它不會因為是亮面的 然後就沾指紋這樣 打開以後呢 管身長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你有看到嗎 這邊有刻一個Glamorous的字樣 那唇膏體的形狀呢 那唇膏體的形狀呢 就是跟一般的這種水亮型的唇膏一樣 都是屬於這種圓的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地方 那最後在包裝的設計 它還有一個小小的巧思 就是你們看得到它在這個地方 有一些刻痕嗎 這裡這裡這裡 所以你在關這個的時候 它就不容易滑動 因為它關得很密 看到了嗎 所以它就不會在你的包包裡面 可能蓋子掉下來啊 然後導致你的包包被畫得亂七八糟什麼 我覺得這個還 以兩百多塊的唇膏來說 這真的是還蠻用心的 那如果你觀察比較入圍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Himi每次推出的新品啊 它的色系都是有主題性的 像這一次的話呢 就是以現在的春夏、大士、珊瑚、可可跟玫瑰這樣子去分 所以裡面是三種色系都有 那我覺得它不只是跳脫很多開架常出的這種桃紅啊 或者是螢光色系 它的調色也是非常適合我們就是亞洲人的膚色的 那今天為了讓每一個顏色都可以充分的在我的臉上運用 所以呢我的眼妝跟腮紅跟口紅都會是用一支唇膏來完成 所以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就是這個唇膏的不同的運用方式 好那我們現在就先來看這六支的全試色 然後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我使用這款的心得 三支的單車 好,真的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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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次的精粹水亮唇膏 我相信大家剛剛已經看到好多水润了吧 就是你光是連看它這個膏體在裡面的樣子 你就看到 哇 這個反光 然後呢 它一抹到你的皮膚 就會轉化成一個有點像半唇蜜的那種感覺的質地 看喔 嗚~~ 超水的 然後呢 是這樣子比較透明感一點點的 所以呢 會比裡面的顏色再稍微淡一點點 那這款我覺得最深得我心的地方呢 就是它完全沒有任何一點的珠光 或者是那種亮片存在 它就是唇水光 所以呢 你擦在嘴巴上就不會有那種 比較俗氣啊 或是沒有質感的感覺 那你們剛剛也都看得出來 就這款真的非常的滑順好上 完全不會卡色 你上到嘴唇 就這樣咻 就上上去了 因為像很多這種水亮型的唇膏 常常你上完以後 它就是被你這樣帶過來又帶過去 然後呢 很不均勻 然後又不貼 然後呢 有時候可能還會顯死皮 那種就是比較假潤型的 因為我自己常常可能有時候早上剛起來 就唇部狀況還沒有保養過啊 沒有上過護唇膏 我就直接上這個 然後我覺得它的效果其實跟護唇膏差不多 就是上完以後它那個死皮啊 就是可以被代謝掉 你就把它輕輕擦掉 然後呢 你的嘴唇又恢復一個很好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它裡面這個精油 是真的可以滋潤你的嘴唇的 再來我覺得這款也算是唇紋人的福利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很修飾唇紋 就是我完全不怕不管放多近 或者是嘴巴放鬆 不需要把它撐開 都沒有唇紋 當然我本來唇紋就不明顯啦 只是我覺得它擦上去以後真的是有種 撫平 然後很精亮飽滿的那種嘴唇的感覺 再來我覺得雖然它有唇蜜的功效 可是它並不會像唇蜜一樣那麼黏 你們應該看得出來我不喜歡唇蜜吧 我幾乎從來不會用唇蜜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比較黏 那這個就還好 你看就算頭髮用過去 嗯 就是兩三根而已 不過雖然它不會黏 但它畢竟還是水潤型的唇膏 所以呢 它還是會轉硬的 就是你們可以看到 還是會掉 我個人是覺得這款的持久度大概就是三個小時左右 因為它真的 譬如說你吃東西啊 或者是喝東西啊 它真的是比較容易掉一點 那像我自己個人的做法 就是我可能上完以後 我會先用衛生紙稍微壓掉一層 然後如果我覺得顏色不夠的話 我就再重複做一次 這樣子比較不會讓它那個表面那麼容易滑動 然後輕輕的可能碰到東西就掉 不過還好就是它掉的話就掉得乾淨 就是不會染唇啊 然後也不會就是一塊一塊的這樣子 然後補色也非常好補 像我現在剛剛這樣子把它壓掉了嘛 那我現在 哈囉 也很容易 它不會因為有舊的那一層 可能就浮浮的啊 或什麼的 又是一條好漢 但是補完記得要檢查一下 因為它比較容易滑動的關係 所以可能會跑到牙齒上 好 那我當然也沒有忘了大家常常最關注的問題 就是這一款唇膏有沒有怪味道 或是太香呢 那我跟你說這一款味道真的很淡 就是它是有加甜橙的精油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好聞的一個淡淡的橘子味 非常淡 甚至上在嘴唇上會沒有什麼存在感 吃到也沒有什麼味道的 我是對味道很敏感的人 所以我覺得你們可以放心 不過你們如果真的很在意還是可以聞聞看 只是我覺得對我來說它算是很天然 然後呢 嗯 不會有那種很香精感的味道 好 那最後在這次的色系上的部分呢 我覺得一二七比較算是珊瑚色 然後三四是可可 五六是玫瑰 我個人是覺得它的珊瑚跟可可 就是真的都很美 如果你想要顯白一點的話呢 可以挑珊瑚的那幾個顏色 那因為這一次它的質地是比較這種透明感 然後呢 不是那種非常飽和的 所以我覺得像是一號跟六號 這種比較淡一點的顏色 可能唇色深的人就要先跳過了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遮住你的唇色 但是像我這種唇色比較淡的人呢 我反而就是很喜歡這種 半透然後跟自己的唇色融合的那種感覺 像我現在嘴唇上這個顏色呢 就是最好的翻例 我跟你講不誇張 我真的收到以後 連用一個禮拜 然後到現在還是非常喜歡 那就是 是不是 有戲劇效果 三號色 我跟你講三號 你不要看它在管身裡看起來好像很咖啡很可怕的樣子 NO 它超級美的 我一定要給你們看 它就是這個很完美的肉桂奶茶色 我超級超級喜歡的 就它比一般的奶茶色又帶一點褐色調 然後但是又不會合到太土 讓你整個人看起來很沒氣色 所以我覺得搭配我現在這種顏色的眼妝真的是太適合了 因為像我自己最喜歡的眼妝的顏色啊 也是這種帶褐色的色調 所以呢這個時候如果我配一個橘色 或者是配一個紅色都很奇怪 然後所以加上這種肉桂奶茶色以後 它就是很剛好的平衡 不會太強烈 可是又是同一個色系 然後整個人就看起來也是 比較歐美歐美一點那種顏色 我超喜歡的 因為加上它是這種有點半透半透質地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加上我自己本來的唇色以後啊 那顏色又更好看了 我跟你講我真的很久沒有在開架碰過 讓我這麼心動的顏色 所以其他顏色如果你沒有興趣沒有關係 你答應我3號一定要試試看 再給你看一次 真的很好看啦 沒有在騙人 好那總結這次的Himi精脆水量唇膏呢 我會說它是一款非常水潤 很好推好上 然後呢顏色也很日常適合 不管你是素顏啊或者是坐飛機 或者是跟爸媽出去淡妝 學生上學都很適合的一個選項 那缺點的部分呢就是因為它的質地比較透的關係 所以有幾個顏色是沒有辦法完全遮蓋唇色的 然後另外就是因為它的質地比較滑的關係 所以呢稍微持久力會差一些會常常需要補 好那最後我真的必須老實說 就是我個人覺得這種水量型的唇膏啊 其實除非你是彩妝師好了 我覺得以肉眼來說 你是沒有辦法真的辨別很精細的差異的 所以我個人是會覺得與其花可能一千多塊啊 去專櫃買這種唇膏 我覺得你不如把那個錢省下來去買一些 可能真的開架專櫃上會有明顯差異的品項 我覺得兩百多塊的唇膏 有這樣子的質地跟妝效真的很令人滿意 而且也足夠了 好那今天的Himi新品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這個試色跟心得可以給大家一些幫助 那也不要忘記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哪一個顏色最好看最燒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